在MMM的电脑板里面 其实它的录影不只是只有录影的功能 还提供了很有弹性的一个录影调整的空间 那也可以让我们使用在哪里呢 即时线上课程加上预录影片的混合式教学里面 以我们一般老师录制教学影片的情境来说 我们很有可能在操作的过程里面 可能有口误画面操作步骤有错误 那这个时候呢多数的情形下我们就必须停止 然后重新录过 或者是你必须要在后置里面 再逐一的把这些内容剪掉 那这个呢我们使用MMM这样的一个录影工具时 你就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形 什么意思呢我们来体验看看 假设我这是一开始的情境 那我就在这边按下录影 上面有倒数321 好现在呢我们已经正式开始了 那我们现在呢在整个进行中 好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来自Giphy的这个动画 好那我把它变成全框了 嗯哼在录影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帮我们依据 你不同的投影片 会变成不同的档案内容 好它会录下来 会帮我们做分段 那万一我有录错了 等一下我们停止的时候呢 可以再录第二次 可以再录第三次 都可以 它会有一个功能叫做进次 那我现在把这边停掉 我们进入到播放的这个面板 当你全部录制完成了之后 你就可以每一个投影片都自由的决定 你想要使用哪一次的录影 好那根据呢 您自己觉得 比较适合的 讲解的内容 把它安排 最后 组成我们的教学影片内容 那这个我是觉得相当的方便 好那当然如果你觉得 这边我不大OK的 你也可以来这边 在随时的做调整 甚至把它切换成5 完成之后你可以按下发布 就可以将目前 我们刚才里面有录影的这些投影片 把它发布成一段影片 你可以选择直接存在电脑里面 也可以发布到 嗯哼的网站上 我们呢也可以利用这样的录制特性 来做即时线上课程 再加上一部分 预录影片的 混合式教学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您就是从编辑这边进到播放 将您觉得 有些课程或者是有些页面的内容 我觉得可以先用 预录的方式 比较不会在操作过程有错误 那我就可以 预录好 针对呢你想要直接在 线上跟同学进行的 我们就不需要特别录 在这边呢就会 显示这是一个直播 那我们只要进入了这个播放的一个情境之后 老师呢你比如说点到这边 那我就可以来这里播放 你已经预录好的内容 那么点到了这个投影片 我们又回到真实的 一个网络摄影机 画面跟荧幕 那以这个来讲我想要跟同学 一起玩玩看 这样我就在 我的 网页这边 直接现场 这样我们就可以很 灵活的去应用 老师预录的影片 跟现场的一个 直播 我们就可以达到 比较好的一个教学成效